善知识非常重要 现在很难找 比不得从前 从前人修行 民心见信 一切通达 上山筑毛棚闭关 这是干什么 等于向大众宣布 我已经毕业了 等人来请他下山哄发 得过去 哪个人闭关了 哪个人住山了 住山住毛棚不出来了 那就是成功了 有真正的定会 不宣传 所以你要想求善知识 谁在闭关 你去找他 你找他 你去那求教 他也教不了你 给你说胡话 你可以把他关门打开出来 你还不行 跟我一样出去散许 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人一出家 他马上就闭关了 不知道闭关的意义 那看古人赵州和尚 八十岁还在寻求 他为什么不闭关 没有通了 没有通啊 古时候闭关是一个条件 就是大车大物 明信 见信 没有见信 没有资格闭关 真正明信 这才闭关 闭关等于向大家宣布 我已经闭信 闭关 那换句话 一切通大 拿着佛法 任何经典 向他请教 他都没有障碍 都能跟你讲清楚 讲明白 善知识啊 善知识啊